腾讯体育10月19日选大林一方 在19日晚间抵达桂阳后 主教练舒斯特尔及守门员张冲 赶到桂阳奥提出席新闻发布会 舒斯特尔谈到本队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尽全力拿到更多的分数 同时舒斯特尔幽默地谈到 希望张冲的第二百场俱乐部比赛 自己仍然在大远之角 舒斯特尔在谈到本场比赛备战情况时 舒斯特尔说道 在近期球员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我们重新集结之后球队训练量逐步提升 队员的状态也在一点点恢复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还要最后无场比赛 我们也会尽全力拿到更多的分数 争取获得更好的名次 在明天的本轮连赛中 亦旺将会有四名主力缺证 包括卡拉斯科的主力外援 不过舒斯特尔已经找到了应对之策 我们缺少了四名主力球员 但我们也在做新的尝试 不断调整后防线上人员的安排 有些球员之前没有出场机会 或者出场机会比较少 但是他们在平时训练中也都非常努力 我相信他们无论谁上场 都会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明天的比赛将是张冲代表大连一方 参加的第一百场正式比赛 舒斯特尔幽默的回应到 张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 明天将是他站在大连一方 球门前的第一百场比赛 我希望张冲在下一个一百场的路上 发挥越来越好 我也希望在张冲二百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教练团队和他还都会在大连工作 今天随舒斯特尔一同出席发布会 的球员是守门员张冲 谈到明天的比赛 张冲表示 明天的比赛对于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将是我代表大连一方 期的第一百场比赛 我非常感谢俱乐部和教练团队 对我的信任 明天的对手贵州队还有保极的希望 他们一定会全力进攻 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困难的准备 希望通过教练的战术部署 能够打出我们应有的水平 比桥 对手贵州队还有